他真的很爱记者 接受专访郭台铭副手赖佩霞 爆料私底下的郭台铭 对于媒体记者满满的爱 但这说法主持人似乎不买单 不 不对 他常骂我们 他好爱记者 他今天很配合记者 尽管赖佩霞不断重申 郭台铭真的好爱记者 但这个月初 郭台铭才花了八分钟骂媒体 我只要讲做一件事情 你们就回去修理 我来当作是一个训练 你们敢登记的话 我觉得你们回去 那我就以后再接受你们的访问 不然我以后再也不接受你们访问 因为你说老X是口误吗 我们不再回答 大家拘泥于这些小事情 然后在那边纠缠不清 新闻界是制造业 就连宣布参选那一天 还讽刺媒体是制造业 但现在郭台铭连署之路 布置蓝营地方派系没有动起来 美丽道电子报最新出炉滚动民调 郭台铭布置垫底支持度 更是只有7.3% 这似乎也让郭台铭感到着急 就有平面媒体揭露 郭台铭为了充声量 幕僚不只探寻要买电视台 现在还要找电视台合作开节目 他似乎在媒体的部分 想要做一些反攻 我觉得他会是一个 CP值非常低的一个投资 而事实上前立委邱毅日前就爆料 多年前就曾提醒郭台铭 要拼大胃就先买下一个媒体 郭台铭当成耳旁风 没放在心上 现在吃到苦头 那我们会透过媒体的力量 包括传统的媒体 社群的媒体 跟我们自然媒体 来合作把我们的理念宣导出去 郭伴发言人这番话埋下伏笔 毕竟现在郭台铭除了冒足权力拼联署 也要在蓝白夹杀中杀出重围 争取话语权 三局王家好想台北什么的 三局王家好想台北什么的